不過在今天新聞首先 我們還是先從選舉題開始切入 因為選戰已經正式倒數 進入到不到一個月了 那當然現在每一份民調 大家就開始很認真且嚴肅的看待 不過在24號也就是前幾天 出了這個QuickSeek 他的這個民調裡頭呢 您可以發現到比較特別一點點 就是他的台北市長候選人支持度 領先在前頭33.7%的那個人是誰呢 是黃珊珊 他跟蔣萬安之間 大概只差0.5%而已 算是相當相當細微的一個差距 那在這份民調裡頭排名第三的 反而就是民進黨籍的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了 在看好度的部分 則是蔣萬安要升第一名 36.8% 黃珊珊24.8% 而陳時中還是在第三位 那如果講到仇恨局或甚至是 不看好度不喜歡度 台北市民再不希望誰當市長呢 這個時候陳時中要升到了第一名 百分之五十四點四 而蔣萬安則位置第二 不過也因為這份民調 在跟著這個TPOC他們進一步的去解析 就發現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塊 大家也都知道 每一個縣市每一個市議員的候選人都希望可以母雞帶小雞 不過在台北市是不是不一定呢 好像是這個是台灣議題研究中心 就我們剛剛講的TPOC 他去縱觀了陳時中的網路聲量趨勢圖 從一開始 7月10號7月17這段期間 那個時候陳時中剛剛被提名 所以聲量相當高 不過你可以看到嗎 開高走低 而且就再也回不去了 在接下來最高大約是 在9月的時候 那時候也只有623 但之前最高剛成立的時候是有1216的 也因此他們縱觀看下來 還發現到民進黨六個選區的提名 26席的議員候選人臉書 陳時中宣布參選之後 反而粉專討論他的熱度 開始有出現一些變化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就是我們看到圖表 不過呢 再進一步分析 還有一個更有趣的地方 就如果今天是對於綠營 比較具有優勢選區的 我們也知道像是這個中山大同啊 還有相關的選區 或是以前傳統的萬華 是綠營比較有把握的選區 這個時候呢 他們相關的小雞 卻想跟陳時中保持距離 因為他們想要增加更多的中間選票 不過如果今天是綠營比較弱勢一點的選區 例如像是我們提到的港湖地區啦 也是可能在這個藍營的支持者 稍微多了一些些 或像是松山 還有像是信義文山等等 這個時候反而綠營的小雞們 他們會主動提陳時中 因為他們還是要仰賴那個 僅有的綠營的鐵板 也因此陳時中參選 他的仇恨值增加 恐怕這些小雞們 他們會看自己到底是不是 是處於優勢還弱勢 那如果今天是優勢的話 反而想跟他保持一點點距離 不過當然現在民進黨內部 還是吹醒了那個 可以幫自己炒熱氣氛 以及自信的號角 像是相關的媒體人啊 石板明夫 他就想要回之前 日本的小麗媛學者 他所認為的陳時中 已經幾乎是沒有當選的可能性了 石板明夫 他則是用了幾個比較有趣的觀點來看 他說民進黨是做四 一般來說 你看到這裡也會知道是做四什麼呢 旺五嘛 不過他的解讀卻是 做四旺十二 那做四旺十二 他居然最後可以得出八席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十二減四等於八 但是完全不是一般我們在講 看選戰的方式 那他講國民黨這一次在各縣市選舉 做十旺十七 他得出來應該最後 大概會有十二到十三席的縣市首長 這個石板明夫他甚至有說到了 因為陳時中他的特點 他認為跟女色在這次選戰當中 也沒有被挖出任何的瑕疵 跟相關的這些錢的問題 也沒有被扯出太多的大問題 所以如果在這樣的狀況下 他不認為陳時中會選不上 或是排到第三名 他說如果陳時中排到第三的話 那真的是所有的教科書都要重寫了 我不知道會不會很多教科書 或大學的這些學者 現在都屁屁剉 怕重新要編教材 但無論如何陳時中他也說到 他不知道自己有這麼多事情可以罵 而其他呢 他參選了到現在 他說他提了好多的政策 大酸的蔣萬安沒有政策 能夠向選民來溝通 還說人家只能砸錢下廣告 還說蔣萬安是不是現在是要出唱片嗎 只剩下唱歌給選民聽了 台北市議員徐鴻廷他就認為了 陳時中這樣的雙面手法 也難怪會被一路檢討 你左邊剛剛跟大家講說 你請你們叫我政策產生器 然後右邊你開始講說 我跟你講他講完現在在唱台北的 天空看起來好像在唱歌 然後說我不知道我自己什麼 我那麼多事情給人家罵 你這樣像是一個在談政策的人嗎 這樣只是看起來像是一個 在發牢騷的人比較多吧 你講了這麼多東西 到底哪一個跟你原本的人設相關 如果你其實這樣講還不如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好我過去在哪些地方 就像我剛剛所提到 我在哪些地方我做了錯誤的決定 如果我有機會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不會再用這樣的一個態度來做這些事情 我會用什麼樣的一個態度來管理市政 然後你先講完這些 你再來講說好台北市 接下來有哪些地方我認為應該要做 我會用這樣的一個態度 然後把這些事情做好 如果你這樣講 其實我覺得陳時中的票 搞不好會比現在更多一些些 難怪大家會開始檢討你說 你看你到這個地方 你到現在這個時候 你還在耍嘴皮子 你到這個時間點 你還在發牢騷 你這樣子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雖然你很逆風 大家都知道 當年說老實話 當年盛文在選的時候 也沒有這個樣子 結果你在選的時候 請問你在選的時候 有人誣賴你說什麼 你把地瓜媽媽的地瓜 扔到垃圾桶嗎 你還沒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你就開始發起牢騷 那未來如果有這樣的一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大家就在看說 你的抗壓性到底在哪 所以你既沒有政策能力 又沒有管理能力 又在講幹話 然後又沒有抗壓能力 那這樣子坦白講 你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難怪小立元會說 你根本沒有逆轉的可能 不過這部分 當然昨天民進黨還是保持著非常樂觀的態度 因為他們昨天舉辦了一個社群之夜 在這個民進黨的社群之夜裡頭 他們也邀請到了歌手沈文成 來獻唱新書《蝦狼哉》 這首歌讓黃耀明他也覺得說 可以當這一次選舉的主題曲了 因為民眾的心事 民進黨不知道 而民進黨的心事 民眾也實在是不知道 你們到底想做些什麼 至於蔡英文說 如果這一次民進黨選不好 恐怕會讓國際認為台灣人變了 這也讓黃耀明批評 根本就是在情緒勒索 可見民進黨自己都不覺得 這一次的選情很不妙 我看起來 這個安排沈文成去唱歌的這個主題曲 心俗蝦狼哉 這個就完全就是講 打中了民進黨今年的主題曲 我還以為是幫民眾唱 這首歌大家都會唱 但是現在這個心事誰能知 民眾的心事民進黨不知 民進黨的心事我們也不知 你蔡英文要講到說 如果大家這個這次的結果 選舉結果去改變的話 沒有繼續投給民進黨的話 可能這個國際上 就會對我們台灣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這個叫什麼 情緒勒索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不是選情告急 蔡英文有需要講到這種程度嗎 一般是用比較正面的方式 很少會有 你們注意喔 如果你們這次不投給我的話 國際上會怎麼看台灣 很少會用負面 這個有點在檢討選民 說你們不投給我 你們是錯的 這樣的一個模式已經用到這一招了 那我真的很懷疑這個民進黨 連抗中保台的這一招都沒有用 而我們來關心我們的高端 他的保護效益報告不見了 期限直到10月30號 否則就要撤銷EUA 不過這在薛瑞元 他帶隊和陳時中 密會了三個小時之後 高端馬上就押線送件 藍軍也炮轟肯定是有鬼的 更痛批衛福部黨國不分 真是令人唾棄 打高端出國成了阻礙 保護力有多少更是一大謎團 但就在EUA補件期限前一刻 緊壓線送達 我們剛剛收到的訊 高端已經把這個 剛剛送進來了 就在最後一刻 但審查結果恐怕要拖到 11月底選舉結束才出爐 難道是擔心影響選情 才使出的拖延之際 而就這麼剛好 衛福部長薛瑞元前一晚 才帶隊跟陳時中密會三小時 隔天高端就在最後一刻 把EUA補件送到 難免有瓜田裡下之嫌 宣稱是老朋友閒談 藍軍炮轟簡直瞧不起選民的智慧 衛福部淪為陳時中禁總的附隨組織 柯文哲一聽到是這個反應 民進黨年輕選票流失 陳時中想跟年輕人拉近距離 一開口用英文自我介紹 但台下反應似乎有點冷清 拜票走到哪被槍到哪 還說對手頻頻攻擊他 勇敢面對自己所做的任何決定 而且要負起所有的責任 防疫不利 疫苗黑箱不解密 加上高端又爆發 入資參與試驗的爭議 百姓恐怕只看到雙標的蔡政府 在乎政黨利益大於人民利益 記者 李希夏林佩潔 S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物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 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 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